我們來看阿君町的總統米蕾伊 重臨這麼多月 一般令政府對經濟的控制 又受改發揮 反正工業的管理 也影響到工業的收入 所以面對大規模的百工行動 但是面對是顯示說 有一半以上的阿君町民眾 是這次米蕾伊的改革 由孔小孩頭 可以看到阿君町 首都布宜諾斯愛里斯的滴樓 也照照照顧牌照顧牌的人 這場由阿君町全國總統會發起 並有其他工會組織加進的百工 抗議 沒票是正前後 推薦准解措施 並含索工會 困力的右派總統米蕾伊 另外 當年主導阿君町 政局的招牌政黨培隆黨 也加進這場抗議活動 米蕾伊推薦的改革措施 除了邦令政府對經濟活動的控制 也影響到工會的百工才的 管理 包括開放六工直接付保育 和保險公司 不必再透過工會專手 正是設定工會一大收入來玩 工會和招牌政黨 當然會想要獨到米蕾伊 在招牌政黨加入 包括米蕾伊 國安比亞的阿君町大賽官罷 也出現很多控制的人 不過參加控制的阿君町 既然六工 不認為米蕾伊 要為這件事落台 我們支持政府的制度 我們不願意做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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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政院對方的普通也出現是為何當 參加這次平常時下為何在安的警察 包括一般的公共安裝 警察PSP 也跟國民軍新聞的國家警備隊GNR 市委這些訴求 除了調關信主 也要求檢討 事法調查的聽述 總是有行政單位指揮 其他的警察只能站在第二山 這種不公平的現象 公司新聞七家任兵役